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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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我們來跟各位介紹 在往上一層到所謂的第三層 所謂的內握Layer 那內握Layer談的是什麼呢? 我們說 內握Layer談的是說 你怎麼樣將封包 封包 我們叫Pockets 透過Internet 因為我們現在談的是 變成說要透過整個比較大的網路 送給所謂的目的地的這個主機 所以它談的是說 不是往前走一步而已 是要透過整個網路 也是要經過網路 直接跟你的目的地 兩個主機要溝通了 也就是說 以我們這個圖來講的話 內握Layer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怎麼讓這個封包 可以這樣子送給對方 所以要經過網路 然後到你的目的地 這個是所謂內握Layer的做法 比如說包含是說 另外 比如說它是走這樣子 這樣子 這都可以 就是我要走不同的路線 我要經過很多Router 然後把這個所謂的一個封包 丟到目的地的這個主機上面 就到主機 到主機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一般我們叫做IP 對IP 就是因為現在每一個主機 至少它是每一個網卡 都會有一個IP address 從某一個IP address 送到某一個IP address 這個是所謂的內握Layer 要做的事情 在內握Layer這邊 我們說它的這個資料的單元 我們叫做一個Pockets 一個封包 一個封包 在Internet上面 有時候也叫做所謂一個Datagram 或是一個IP的Pockets 就是一個IP的封包 好 那我們說 內握Layer就是說 好 我們怎麼樣把一個封包 透過Internet 我們特別強調 因為它要送到目的地 那經過網路 所以它必須透過這個Internet 或者經過這個Internet 然後送給對方 好 那我們來說 那這裡面到底有什麼問題 是需要去處理的 我們說 這裡面第一個要處理的問題 叫做Routing Routing就是說路線怎麼選 比如說我們講 假設我們要從這個主機 左下角要送給右下角的主機 那我們有什麼路徑可以選 我可以走上面這一條路 那我也可以走下面這一條路 所以我們路徑其實非常多 那我到底要走哪一條路呢 這就是所謂的Routing Routing就是幫我們選擇路徑 那路徑非常多 有快 有慢 有便宜的 有貴的 有的貴 貴的是要花錢的 所以變成說 那你到底要走哪一條 那除了這剛剛講 有快 有慢 有遠 有近 有便宜的之外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說 網路是變的 它會斷線 它會阻塞 所以我們不是說 我選這條路就永遠這條路 那萬一這條斷線怎麼辦 我們光鮮埋在地底下 都有可能被怪獸把它挖斷了 對不對 那我們的無線 如果剛好有人在做什麼事情 做一個干擾 那它就根本就送不通 就網路根本有時候會 根本就會斷掉 那我們的路徑就不能死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動態 我們要能夠知道說 好這個地方斷線 這個地方阻塞 我就繞 繞 只要網路是連結的 就網路是連在一起的 這邊有一部分壞掉 一部分斷掉都沒關係 你只要連在一起 我就把你送到對方 這就是never layer做的事情 就是說你給我一個封包 我要透過這個internet 或經過這個internet 把它送到對方去 即使網路本身有阻塞 有斷線 我也會繞路 我一定把它送到對方去 但是我把它努力送到對方去 這個努力 是一種所謂的best effort 我盡力 你斷線 你阻塞 我會繞路 但是萬一封包真的掉了 我只能告訴你說封包掉了 我不會幫你重送 就是我只是best effort 我們叫做unreliable 不可靠 但是盡可能幫你送到對方去 萬一真的不行 萬一真的掉了 那就掉了 如果說你這個東西很重要 你說一定不能掉 那你自己想辦法重送 我們有介紹 還好啦 我們上面還有transport layer 還有TCP TCP才是真正的提供可靠的 那我們IP這一層 never layer是提供不可靠的服務 我會盡力的幫你送 幫你選一條最好的路 但是不保證一定送到對方 我們就說 好啦 那這個路徑這麼多 網路的狀況隨時在變 那網路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反應的呢 比如說這邊在阻塞 那我這個router怎麼知道那邊在阻塞 那我怎麼知道那邊斷線了 那我怎麼知道說我要避開它 我要繞它呢 繞開 這網路的狀態是隨時在變的 可是呢 我怎麼知道網路現在到底變得怎麼樣 好 所以我們就說 router跟router之間 它就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router跟router 他們之間會互相的交換情報 把它的網路的連線狀態告訴其他的router 比如說我這個router這邊接了一個交換機 這個交換機已經斷線了 我就告訴別人說 我這邊交換機斷掉了 等一下你可能要走別的路 或者說我這個原來斷線的交換機現在修好了 我會告訴他說我這邊線路修好了 你可以走這條路 就是router跟router之間 他們要不定時的或者定時的 他們一直交換他們旁邊的線路的狀態 或者把別的router告訴他的 把它累積起來 整理之後再告訴其他router 就是router跟router之間 他們會互傳這個訊息 使得說讓每一個router 基本上有這個網路的全貌 他知道狀態 他知道這個網路的狀態 所以當router收到一個風暴的時候 他就會決定說 好這個風暴應該往哪裡去 那我們說router跟router之間 他們交換情報 注意到交換情報 這是什麼 這就是proticle 就是router跟router之間 即使他們要講話 他們也要有proticle來講話 那router之間的proticle是什麼呢 就叫做routing protocol routing protocol就是為了選擇 或者動態的選擇路徑 而設計的proticle 就是說router之間 比如說他會跟他交換 那他會跟他交換 就是他們之間互相交換 就是靠這個proticle 那因為這個proticle 有不同的做法 所以有所謂的像rip 叫router information protocol 第一代的 第一代 IP他所謂的特性就是說 那我們的情報交換 是每30秒交換一次 就是30秒 我告訴你我的狀態 30秒之後 我再告訴你 這個30秒 依現代的網路來講 30秒這個時間 就有點太久了 就是說我剛好告訴你之後 剛好就斷線了 好30秒之後你才會知道 因為30秒之後才會再告訴你 所以如果我每隔30秒 才跟對方router互通的話 這個可能來不及反應這個網路 我們講瞬間變化的這個狀態 所以就要所謂的第二代 第二代就是所謂的OSPF 叫open shortage page first 找最短路徑 就是說他會找最短路徑 就是我今天如果說 比如說我們講 我這個router收到一個封包 這個router收到封包 那說這個封包是要到這裡 我們講這個是目的地 這個router就會想說 那我應該走哪一條路 他會走我們叫做最短路徑 所以這個SPF 就是所謂的shortest pass shortest pass first 就是最短路徑優先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到底這一條路 你看這一條路就比較長 這條路可能就比較短之類 所以他會走那個最短路徑 所以這個routing 他就是去算最短路徑 所以這個protocol很特別 他就是他去算最短路徑 比如說到 所謂的算最短路徑 就是說你要到任何一個 destination的最短路徑 比如說以這個router來講 他說 好啦如果要到這邊 這最短路徑是走這裡 那要到我們講到這一邊好了 那最短路徑可能是走這裡 那到這一邊 我最能走這裡 這是對這個router來講 那我們再看一下 那如果是對這個router來講的話 最短路徑這一邊的 我們拿去走這裡 那這一邊的我就走這裡 那這一邊的呢 那哪邊比較短 那兩邊都差不多 比如說我就選這邊好了 就每一個router都有不一樣的最短路徑 因為每一個router的地理位置都不一樣 那對這個router來講的話 這一邊是這樣子 這一邊是這樣子 那這一邊呢可能是這樣子 就是每一個router 他都會記得說 他要到其他的工作站 或其他的目的地 哪一條路最短路徑 他會去算 那我們說他那你算好啦 就走那條路徑 我們剛剛也提到網路本身沒那麼乖 他等一下這邊斷線那邊阻塞 最短路徑也沒有用 沒有關係 就是說網路的任何變化router 他會趕快交換情報 讓你重算的意思 就是我會算最短路徑 那這個最短 這個短本身定義是什麼 我們一般所謂的有兩個 一個是說我是距離最短 距離最短代表送的最快嗎 那不一定 剛剛提到我們同樣的距離 我一個拉光線 光線的速度是光速 那我一個用無線網路 那還會干擾很多對不對 所以最短的不代表最快 所以我們在算那個最短路徑的時候 有個叫做所謂的cost function 就是你是什麼最短 就是時間最短還是距離最短 那個都可以去定義它 這個是在設計上的時候可以不同的考量 但是我們特別強調就是說 routing protocol 是never layer裡面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router他們平常會定期30秒 或者不定期 就是說事情發生了 比如說斷線或者剛好修好了 event一發生我就趕快通知 這定期或不定期 router跟router之間 他們會用這些protocol 互相交換網路的狀態情報 讓每一個router能夠掌握網路的狀態 之後他來算 整個路徑是什麼 他路徑算完之後 他就把它放到這個一個表 就叫做routing table 這個routing table 在每一個router裡面 都有一個routing table 他們都有routing table 只是他們每一個routing table 長得不一樣 因為地理位置不一樣 網路狀態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routing table都不一樣 把routing table建好之後 就當router真的在處理澎包的時候 就比較簡單 我們就說好 一個封包收進來 收到router 他做什麼事 我們知道router是第三層的設備 Layer 3 所以他要看IP的header 其中他會看IP裡面的 叫做destination IP 就是說你這個封包要丟到哪裡去 把那個IP拿出來 就是目的地的IP 然後接下來很重要 他去查表 查什麼表 就查這個routing table 就是說一個封包進來 我把目的地的IP拿出來 去查這個表 這個表查完就告訴我說 這個封包往哪裡去 往上往下 往左往右 就這麼簡單 所以每一個router都做一樣的事情 變成說每一個router 我們說他都有一個routing table 所以一個封包進到這個router的時候 我們說他去lookup 這個動作叫一個lookup 他去查一下表 說這個封包應該往哪裡去 假設說他應該往這裡去到這裡 一樣他又去lookup 他查一個表 這個表跟那個表不一樣 但是都會告訴我說這個封包應該往哪裡去 然後他要往這裡去 就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 每一個router 處理每一個封包 都做一樣的事情 封包進來 把destinationIP拿出來 去查表 告訴我說這個目的地應該往哪個paw出去 我就從那個paw把它丟出去 那下一個router收到的時候 又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這個表 我們講這個routing table 它會動態的去變更 因為它要反應網路的狀態 這邊阻塞那邊斷線 那這個怎麼去動態的改變routing table的內容 誰來做這個事情 就是它routing protocol 我們router之間會互相的定時不定時的交換情報 然後把這個routing table把它維護好 我們講維護嘛 所以可能會隨時去改它 那封包進來的時候我就查表 封包進來就查表 所以連續兩個封包進來的時候 查的表 內容可能已經變掉了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說這個同樣一個目的地 同樣一個目的地送的封包 剛剛提到 它送的封包第一個走這樣子 為什麼第二個進來的時候 它是走這樣子 路徑不一樣 就是因為我們的routing table 它是動態維護的 動態變更的 就是routing table本身 它會隨著時間 裡面的內容會有一點變化 所以第一個封包進來 同樣要到相同的目的地 我剛剛提到 同樣的目的地 可能這個時間走這條路 這個時間走那條路 因為我的routing table已經不一樣了 那routing table為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我的routing protocol跟我說 這條線路不通了 這條線路阻塞了 所以routing protocol交換情報 交換情報的結果呢 就是要算出routing table來 我們講製作出routing table 然後給router來使用 router本身每收到一個封包 就去routing table插表 來決定這個封包應該往哪裡去 所以它的動作就非常非常的 所謂我們叫做非常的routine 也有非常的規則 封包來 查表 出去 封包來 查表 出去 只是這個表 這個routing table 它會隨時的內容 會被改掉的意思 會動態的 所以我們說 never layer 簡單再做一個整理 所謂的never layer就是說 如何將封包 透過internet 送給我的目的地的主機 我中間可能要經過一個router 可能會經過兩個router 可能經過30個router 都沒有關係 反正這個router本身 它會幫我選擇一個 所謂的最好的路線 那即使是最好的路線 我們說也不保證 對方一定會收到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像我們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的路線都挑好了 就是這樣子走 比如說這樣子 可是你的封包可能在router裡面 被丟掉 因為我們還沒有講一個問題 就是網路阻塞 阻塞的問題變成說 你進來的速度很快 可是從router出去的速度很慢 進來的多出去的少 就是消化不良 它的封包就全部累積在router裡面 router也是一個設備 所以你的封包放在router裡面 放在哪裡 就是放在memory 記憶體 記憶體有個上限 所以如果說進來的量 越來越多出去的速度 來不及消化 它就會慢慢的累積 一直到塞不下去了 它就會挑哪幾個封包比較倒霉 被它挑到的 就把它drop掉 就把它砍掉 那砍掉之後呢 它就告訴你說你的封包掉了 That's it 它就告訴你的封包掉了 但是它不會把你送 它也救不回來 根本就丟掉了 所以我們把封包透過never layer 來傳輸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never layer是不可靠 它會很努力 我們叫best effort 盡力的想幫你送到對方去 包含說這邊斷線我就繞這邊 這邊阻塞我就繞那邊 它很聰明 會想辦法鑽 只是呢 再聰明呢 封包還是可能會掉 那掉了之後呢 掉了就掉 因為它是一個不可靠的傳輸 這就是所謂的never layer的特色 tragedy culmin生一下 非常好 很小